真書龍雪未曾燒 光聽名字就覺得非常厲害 名字取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道菜非常容易 然後呢 又很美味 所以待會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紹跟示範一下 好 待會我們就要請Ella來示範 當然我們有中泡塞 一定要有小助手啊 而且我們的小助手也要符合我們的超萌小廚神 所以我們今天為了她為Ella 搭配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廚神 歡迎Zip Zip 哇 好帥喔 有沒有 超可愛的 你要跟大家打招呼 是 今年幾歲 六歲 好 待會就麻煩你跟Ella姐姐一起來 好不好 那大家說 其實就是我兒子 剛才是笑的 這麼快 因為太可愛了 很想把她帶回家 收藏這樣 好 我們待會就請Ella跟Zip 來為大家示範今天最道 先輸龍雪 未增燒 好 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 那先請Ella來示範看看 一開始我們的第一步驟是什麼呢 第一步呢就是要先把我們的生菜 放到冰水裡面 放到冰水裡面 這個步驟呢就是希望讓那個生菜可以更鮮脆 口感更好這樣子 這就是你剛剛說的 做菜的細節 細節 對 沒有錯 所以這部分呢 來 一點 處理一下 哈哈哈哈 這樣 都一起講 這個 眼睛可以稍微看 應該會開不到 OK 好 這樣 謝謝 不會不會 不會不會 我們小幫手來幫忙 你幫我放進去 你放六片 你要把它進進去啊 對不對 要好好的 要放進去 對 好 再來放 再放 放進這冰水裡面 就可以讓這個生菜增加脆度 對 對 非常非常的用心的細節 待會大家吃到呢 每一片的葉子都會非常爽口非常脆 OK 那我們先放在旁邊 等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來處理我們的魚 魚